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逃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讲 那么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八号位的大内奸 这个我们一来我们身为大内奸 二来的话要做用这个经典剧板的位置 那么我们所谓的经典剧板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动手之前 已经知道场上所有人的身份 或者说所有人的身份 不是说所有人的局势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我们只要一步到位直接结束 那么看来的话应该是我们只要一动手 场上基本上全都要完蛋 因为刘善他棘手开南蛮 那么这个南蛮被祝容说了之后 那么祝容他所握这个南蛮拍不开 白不开开了他还想开 所以说这个我们不出意外 肯定是通过这个神万剑来进行一波输出 一波输出 好的,那么这个无限棘手跳了一个大粉贼 我无所谓 你只要不把祖公直接干死 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静待佳音 那么祝容南蛮入侵走起来 来来来走走走走起来 南蛮入侵 好的,那么祝容他铁锁连环一 铁锁连环二 都没有把祖公带进去 那确实祖公其实还是挺相信他的 因为祝容他其实如果收A的话 他如果放那应该中三属性比较高 如果不放那他反贼属性就比较高 好的,那么我们棘手有一个石北 有个巨兽还有一个横当 还有一个贾大爷 那么贾大爷和巨兽是我们棘手的化身 那有可能他们通过这两波南蛮下去 到时候我们来化身贾大爷的完杀 然后再来一个 这不是南蛮入侵了 万剑即发走起来 神仙南救一 神仙南救二 好的,那么这个 细之才和小胖 我们的主公捆绑在一起 那他肯定是忠诚 那么祝容他也是忠诚 那剩下来的都是反贼 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个虽然场上 包括典庸刚刚还没有动 我们已经知道场上所有人的身份了 那么这接下来就更加就体现出 这个我们有可能要不动 一动就是这个排队向我们源源不断的在招手 何况我们有剑银 那么剑银叫什么 剑银的解释就是渐渐的连翼 是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连起来 但是无所谓 是不是 我们这个通过 刚刚万剑是红桃 那么我们火公也是红桃 好的,那么我们跳一个忠诚的身份 因为祝容 祝容他又在流善眼里 他的内奸属性要比我们高 那么我们 我们佐词在祝容面前 我们的内奸属性还是比较低的 好的 那么通过这一轮放权 我们拿到了我们最喜欢的武器 诸葛连鲁 拿诸葛连鲁一上的话 我们渐渐的连翼 那就是开起来了 我们渐渐的连翼开起来 那我们是黑头 所以说黑头 果断的使用 那么如果黑头断掉 那么我们来通过点数来进行输出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是红桃4 红桃或者是4 那么用红桃或者用4点的牌 都可以进行连营 好的 那么没有的话 我们没办法 没有的话就没办法 那么我们通过点围 来收一波 有没有梅花 那梅花有啊 是不是 好的 试诗缓图 欲速不打也 好的 那么我们通过火攻 来把无限收了之后 无限收了无限的人头牌 我们再来拿这些 杀呀 万剑齐发 不是万剑齐发 杀呀 顺手牵羊 过了菜桥 把这个祝容全都给扒过来 或者把它直接打残 好的 杀 好的 那么 那么红 应该是 使用红桃之后 应该先要把这张无中生友先开了 那么当然 这样 刚刚他那样子的话 就少 发动一次剑影 我们就少摸一张牌啊 有缓至极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虽然 这个主攻他投降了啊 但是他还是要妥妥的死 欠血状态 为什么 那么我们无中生友一开啊 我们有可能这个杀继续来呢 可能说你还要说啊 你这个 这个什么 想了还要丢牌啊 那无所谓啊 我们闪 在回合内啊 我们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这个刘善啊 还是妥妥的死于欠血状态 好的 那么我们第二局的话 是一个八号位的大忠诚啊 那么主攻还是刘善 我们还是八号位 那我们这次的身份就换了一下了啊 那么我们不是大内奸 也不是大盘贼 而是我们是一个大大啊 这个确实是大大的忠诚啊 那寻遇 不是寻遇啊 寻遇啊 寻遇在流善局当忠诚啊 那可是很给力很给力的啊 好的 那么这个离魂禅啊 起手 你这个这么跳 小心我们来搞你啊 好的 那么你既然 选离魂禅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是不是 那如果是忠诚的话啊 确实选这个离剑貂禅啊 那么你离剑貂禅在小胖局啊 忠诚属性也是很高很高 好的 那么这个南蛮开出去的话 祝容 我希望祝容是一个大忠诚啊 我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 祝容是大忠诚的话 我们骑奔南蛮啊 祝容是可以把我们的牌照单全收 然后再怎么怎么的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把牌全都当做南蛮入侵 使用祝容照单全收 那么祝容拿着我们的顺手天啊 拿着我们的火攻啊 可以去干一些其他人 或者是去搞一些其他事情 这是都可以的啊 give you god to me啊 好的 那么这个灵筒他是旋风 呃 貂蝉啊 那么他忠诚属性应该跳了 然后反正这些个家伙是杀灵筒 张辽他没有偷反贼 他也是反贼 那么借话陀 按照他们的思路啊 他没去盯着上家打 反正盯着下家的祝容来打 那就是说这个 貂蝉被我们祖宗方啊 左拥右抱 那么他们现在反电三连动啊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真要进行突破的话啊 其实说貂蝉是一个很好的突破方向 为什么 因为貂蝉一来 他如果被他离婚一次啊 他是需要两个回合才能动一次 那么我们就借助他这个翻面的情况啊 直接就搞他啊 但是好像有一些事与愿违 我们的 我们祖宗方还没有进行大输出啊 就振元一王大振元一王大将啊 好的 那么振王就振王吧 我本来还指望着我们和祝容啊 来进行一波什么南蛮入侵搞起来之类的 但是他提前阵亡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是不是 好的 那么我们如果摸到A杀一伞 就杀一刀这个翻贼 然后再开了一张开一张万剑 那你看是你的闪多呢 还是我的万剑多 那我们只要有牌想放什么A 就放什么A 好的那么这个这个法阵啊 确实也是比较刚啊 这个硬刚撩我们两滴血呢 凭借着我们人王盾啊 我们应该还能撑一波啊 我们应该还能撑一波 九杀 那这个张辽啊 他有红杀 不来杀我啊 反而去杀灵桶 那灵桶的话 祝容竟然已经是忠诚 已经阵亡了 那就没必要去杀灵桶 因为灵桶放在那里 他不会跑掉 而且灵桶也不属于那种爆发型武将啊 那这个九杀啊 这个九红杀 这个张辽啊 绝对是犯了一些技术性的活啊 一来寻忧的忠诚属性要比灵桶要高啊 二来寻忧这个家伙啊 很容易来很容易能让你们反贼方崩盘的啊 反而灵桶他最多就扒掉你一些牌而已 所以说啊 张辽你刚刚那一轮九杀没干掉我 那你就会为你刚刚没杀我而感到后悔 因为有我在你的队友肯定会保不住 那这个乐不四十无所谓啊 大不了我们乐中了 怎么样 我们流上还有放权呢 是不是 何况这个排队都要助我 你们这个准备受死吧 准备受死了 那我们现在是现在是不撞风卖啥 还有留下那一波放权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张辽没来干掉我们 绝对是他们反贼方的一个重大的事物 而且啊 而且我们祖宗方一中一内全都死了 我们寻忧啊 就是果断的一个大忠诚啊 而且是一个大大的忠诚啊 是个大大的忠诚啊 这个活着貂蟬 那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那么貂蟬正王 我们跟张辽进行单挑也无所谓是不是 好的 那么这个南蛮的话 可开可不开啊 这个桃子的话 因为由于张辽在啊 这个如果不吃掉被张辽拿了 反而不好 所以说这个桃子我们该吃的时候还是要吃 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桃子塞到马车里面 运给张辽也可以 运给刘善也可以 好的 那么跟小胖都被我们打成这样子了 我们没必要去开南蛮了啊 直接就是决斗嘛 是不是 刚刚南蛮这个张辽都没杀 这个决斗想要杀他啊 就是妥妥的啊 妥妥的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楼 那么最后一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三号位的 这个二号位的大内奸啊 那么我们看我们是一个谁啊 我们是一个 也是一个佐词啊 我们是一个佐词啊 我们是一个佐词啊 我们是一个佐词 那么我们 这个 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佐词的话 说实话 我们一开始没必要跳的这么 这个 不用跳的很明白啊 为什么 因为 这个 我们如果跳的很明白的话 反而会 让一些 这个不明觉地的人来搞我们一击啊 好的 那么说实话 我们其实我是跳了一个大忠诚的身份 但是也无所谓啊 因为毕竟的话 我们暂时还没有这种 我还想说没有这种暴力的武将啊 我们还是有一个寻忧啊 我们有个寻忧 那么这个寻忧的话 我们到时候啊 可能 什么 这个 一波 A啊 是不是啊 我们来个 齐奔一个南蛮入侵啊 或者齐奔一个 万箭齐发 然后进行一波人头输出 然后再跟主公进行单挑 这种剧本啊 我们想的是太爽了啊 为什么 因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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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剧本啊 我们是比较爽的啊 再加上我们流善啊 还有放群啊 那他这个放群 再配合上我们的齐奔呢 说实话 我们这把有 这把的录像 跟上一把有一曲同工之命啊 我们这把录像和上把有一曲同工之命啊 咱们我们这个齐奔啊 肯定是 现在我们没必要放 因为一来我们不是忠诚 二来的话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人不畏己 天主地命 一来我不是忠诚 二来的话我还要给自己保命啊 所以说反贼方他们只要不先把主公干死啊 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啊 哪怕先把两个忠诚 忠诚干死都可以 是不是啊 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只要别把主公先干死 这个我们不把主公先干死 我们都有的聊啊 那如果你把主公干掉的话 那我们就没得玩了 是不是啊 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啊 那么这个像这个诸葛克啊 你爱怎么砸怎么砸是不是啊 传我降令 不得后退 那么你没有距离 有距离的话 你先把陆神砸死 都不关我的事 但是这个你不是靠毒来砸的 好像靠这个决斗来砸死啊 反正一样 反正陆神他怎么都是一个死啊 陆神他怎么都是一个死啊 好的 那么我们这次的话 我们现在有关心啊 关心的话 这个闪电呢 肯定关不到我们 那我们实在没办法 这个关一波星 然后把福安的这个先爆掉 那如果要把福安爆掉 就千万要注意到关心的牌啊 我们这次是放全的关心 那么这一波的关心 我们才能真正的能关得到 这个福安的闪电 但是好像排队不是很给力啊 那么没有黑桃二到九 那这个那就算了呗 反正这个闪电轮流转啊 那么爱站到谁就站到谁 那么还是我那句话啊 这个闪电的话 我反正我啊 我左次肯定是批不到的 因为场上依然没有神棍啊 来到我们毕竟有一个关心 那么我们看五张牌想要批到我们啊 还是比较难的 那除非你这个运气真的不好 那么排队一到六张牌 你全都是黑桃二到九 那我们没办法 但是这种事情啊是发生过的 我反正我是亲身经历 无论是在online上还是面纱啊 诸葛亮关心啊 这个五张牌 排队屏的五张牌全都是黑桃二到九 然后全都置敌 然后第六张判定 直接就炸了啊 这种事情这个都是做得出来的 那么我们这一波的话就不要忘记了啊 这一次的关心我们是正当回合的 就是说这个关心是我们正常回合 不是流善的这个放肠回合啊 好的 那么这个闪电的话 其实我们是没有打算去批福王 因为福王在啊 一来他可以 一来他是个忠诚啊 他他能给我们打工 二来的话他在啊 还能给我们吸引点火力 那确实啊 他们反贼方他们没有 手不够长 打不掉主打不打不到主公啊 那也打不到我们左思 那没办法 只能打福王 那确实是给给我们和小胖吸引了不少火力啊 那如果他们反贼方 手比较长啊 那说不定都都去搞流善了 说不定说不定 我们都不来搞了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嗯 流善他现在只能依靠我们了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两元忠诚已经全部震亡 那么我们是时候要给主公要来打一波攻啊 不然的话 这个我们也对不起自己嘛 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是放权回合 那这一次是我们正常回合的啊 那么我们刚刚其实说实话 可以光一波星啊 来看一看猪有科的傲财 然后再那个是不是啊 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刚刚有一个真男门啊 刚刚反正就是一个真男门 再一个奇奔的男门 那接下来再来一个男门 一一副牌啊 总共就三个男门 但可能三个男门 你们连续抵得住 但是我们我每回合来一个男门 你们就不一定能顶得住了啊 那这个你你朱尔克现在来破空城也无所谓了啊 传我降令不得后退 那么现在唯一能打得到我的就是孙笨 那么张了的话我肯定不会怕他的 因为他偷一张 然后再摸一张的几率想摸到武器 是很少的 那么孙笨这一轮就比较可怕了 为什么他英文摸到三张九啊 那我保证他手里那一张应该还是九 因为他毕竟要保命啊 因为这把是个老录像 所以为什么说老录像 一来啊 留上他当主公 他现在显示的是三血 包括孙笨 他这个觉醒因子 他只能存得住一张牌啊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他是一张老录像啊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直接就是 现在我们是放拳回合的状态啊 九杀 那么实在如果 讲不想应当周泰 那我们可以来这个什么 来诸葛亮关心嘛 我们看一下他有几个不去的牌 比如说K4 勾3 那我们到时候从第三张牌啊 我们选两张进攻牌呢 从第三张牌里面 从他的不去牌里面来选一张啊 这样子的话打周泰的话 就这个一如反掌了啊 那么我们现在直接一个万剑齐帮 把周泰打死 顺便把刘善打死 那如果就在刘善手里有九桃 那我们再来一个奇奔万剑 那你刘善啊 讨得了除一就讨不了十五喽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结束之前啊 要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句话啊 视频的结束后啊 有个小彩蛋 那么彩蛋的左下方啊 有个投稿邮箱 希望广大的玩家啊 能给彩虹永悦的投稿 那么第二句话就是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